我娘做小福第一辈子, 却在公府来寻亲时, 毒死了嫡姐, 她按住我, 往我眉心刺下相同的朱砂痣, 往后啊, 我们妙姨再也不会受苦了, 我不忍告诉她, 纠占雀巢的我, 上一世死于千刀万剐, 崔家大姑娘突发急症, 和府上下鸡犬不宁, 扬州城有名的大夫, 全被父亲请来医治, 无人在一片院落水的我, 秋风渐起, 阿娘的影子在屏风前飘忽不定, 我费力偏过头, 头晕目眩, 平中秋海棠鸟鸟垂落, 炉火明晃, 熬着沸腾的药, 这一幕仿若梦中, 心心前, 我总是祈求不要梦到阿娘, 她若是知道我哪怕占了公府贵女的位置, 也依旧逃不过受人折磨的命, 黄泉之下一定好失望, 可是, 阿娘抚摸我的手是那么温暖针时, 她执着一根针, 沾了朱砂, 声音哽咽, 往后啊, 我们妙姨再也不会受苦了, 熟悉的话语令我陡然惊醒, 我盲紧握住她的手, 阿娘, 两双相似的眼对视, 心神俱颤, 针落在地上, 与此同时, 前院忽然响起疾呼, 起火了, 意识到自己重生后, 我忙坐起来, 来得及, 一切都还来得及, 阿娘慌忙拾起针, 看着我拖着病弱的身子, 翻箱倒柜, 有些迷茫, 妙姨, 你在做什么, 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了金银细软, 额尖冷汗冒出, 心脏怦怦直跳, 上一世, 阿娘得知父亲要将我嫁给商户为妾, 急得吐血, 在父亲房外磕了一夜的头也无济于事, 她本是好人家的女儿, 却因生了张与父亲王妻相似的脸, 被强纳入府为妾, 生下我, 却无力保护我, 某天, 她不知从哪听说国公爷要来扬州寻亲生女儿, 阴差阳错得知嫡姐就是公府贵女, 阿娘恨父亲, 恨总是弃辱我的嫡, 更恨自己, 她不拘下药毒死嫡姐, 给我赐下相同的猪杀制, 随即一把火烧了催腹, 全家百事口人, 连同她自己都被烧死, 唯有高烧昏迷的我, 躺在府外, 阴眉间一颗猪杀制被公府认回, 我明白, 阿娘是豁出去替我谋了条富贵前程, 可伪装成珍珠的杀利总有一天会被人认出来, 我踹翻火炉, 任由伙食扩大, 渐渐蔓延全污, 阿娘正正被我拉出去, 阿娘, 我们走吧, 不要因仇恨要作孽害身, 干干净净走自己的前程, 这晚, 我偷了一匹府中的马, 快马加鞭叫来了前火队, 天爷眷顾, 这一世恰逢大雨, 火是很快压制了下来, 除了偏院, 年久失修, 又起东风, 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听说父亲在残暮断海中待立了许久, 又听说嫡姐受惊呕吐, 把毒汤药水全呕了出来, 虽虚弱了点, 终究保下了性命, 可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了, 去往京城的船悠悠穿过燕子鸡, 我靠着船栏发呆, 香面清晰倒映着我青涩的身影, 前世我也这样年轻, 披着功夫贵女的皮, 进了京城, 可是京城远不是阿娘想象中的那样, 那是一座风云诡诀的皇城, 我成了国公府唯一的女郎, 绫罗绸缎加身, 上有长辈兄弟溺爱, 下有奴婢, 小人逢迎, 国公爷总是怜爱抚摸我眉间的红志, 爱屋即屋, 换我, 小阿雀, 二房三房的哥哥们恨不能将全天下所有的好玩意儿塞进我怀里, 他们宠爱我, 捧着我, 全是因为我顶了嫡姐的身份, 我甚至因此嫁进了东宫, 直到那一天, 太子面色怪异带了一个蒙面姑娘入宫, 那人眉心也有一颗红志, 我从噩梦中惊醒, 听见阿娘交际换我, 妙仪, 妙仪, 快醒醒, 船舱外灯火通明, 风中夹杂着刀枪剑戟的肃杀声, 我猛地想起一件事, 糟了, 此时去往京城刚好与公府寻亲的船撞上, 前世官船遭水匪劫扰, 二公子还应护着国公爷受了伤, 若让国公爷看到阿娘那张与嫡母相似的脸, 岂不又是一场麻烦? 阿娘见我面色苍白, 以为我是怕外面的厮杀, 忙将我抱在怀里, 轻声安抚, 别怕别怕, 娘在呢? 好孩子, 咱们先躲好, 官兵很快就来了, 温暖新香的怀抱让我鼻尖酸涩, 我勉强定住神, 又没在同一艘船上, 只要藏好就行, 正在我寻缩哪里能藏人时, 门突然被人撞开, 我恶然望着那两人的脸, 遍体生凉, 叨扰夫人, 娘子, 我伯父就病复发, 赞请一臂, 俊朗高大的男子仓促行礼, 肩上搭着一位垂手和眼的中年男子, 两人皆是水淋淋的一身, 血腥气躺满整屋, 阿娘见了, 第一反应是将我护在身后, 立声呵止, 阁下持剑横闯, 我与小女手无腹肌之力, 怎知阁下不是贼人, 我愣住, 阿娘原来这么有气势的吗, 空气里凝固着一丝善然, 二公子俊朗面皮上呼嘴一红, 大概他还从来没被女人骂过, 行事向贼人, 这时他肩膀忽然一血, 几声轻壳闷闷传来, 这位夫人说得对, 恒无, 你冒犯了, 咱们就在门外守着, 男人的声音温和不失威严, 让我不禁想起前世, 不管我犯了什么错, 他总是用这副语气安慰我, 说别怕, 爹爹在呢, 就算咱们小阿雀把天捅他了, 爹爹也能给你撑起来, 他们终究是对我好过, 虽然是借了嫡姐的光, 薛崇印身上有救伤, 外面风大, 难免难挨, 我想了想, 轻声说, 阿娘, 我看他们不像坏人, 救人一命, 总是好的, 阿娘大概想起自己, 险些了结全府人的性命, 心有善善, 不再阻拦, 点了点头, 薛二连忙道谢, 扶着薛崇印坐在角落扑的阴路上, 那是光线昏暗, 又是深夜, 大家的面容皆看不清楚, 但我还是取下帷帽, 遮住了我和阿娘的脸, 阿娘奇怪望了我一眼, 我探出手, 悄悄在他掌心血下功夫二字, 阿娘何等聪慧, 一下就明白其中官翘, 此先他早已打探了功夫寻亲的底细, 知道薛仲印心系嫡母, 甚至还给父亲戴了绿帽子, 生下嫡姐, 他受够了当嫡母的替身, 自然明白自己这副容帽对薛仲印意味什么, 握住我的手紧了紧, 我以为他还会疑惑, 为什么我知道这么多, 可他仅仅只是愣了愣, 全然信任般握着我的手, 然要, 我还是感觉到有一道视线若有似无, 看向阿娘, 天将明时, 外面的动乱终于被平复, 门外有兵士扣门, 宫警传达消息, 贼手已擎拿, 请将军示下, 薛仲印假媚了半夜, 声音疲惫, 先交给刺使, 就近压界, 薛二拧眉, 似乎有些不同意, 伯父, 可,可, 薛仲印奄奄眼眸, 堵住了薛二的话, 他扶着薛二起身, 眉眼缓和, 朝阿娘与我微微汗手, 夫人与小娘子此行可是去京城, 室内光线渐亮, 隔着帷幕, 我模糊看到她的脸, 虽有岁月痕迹, 仍不减俊美风姿, 是记忆里跌跌的样子, 但就是太温和了, 让我暗声警惕, 薛仲印从来只对自己人这么柔声细语, 我们没有作声, 薛仲印也没有因被忽视要恼怒, 微微笑, 温声道, 路上不安全, 恰好我们也回京, 和不同路, 不止我们, 连薛二也吃了一惊, 咱们不是, 薛仲印轻飘飘了他一眼, 薛二默默闭嘴,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功夫的船转到又回了京城, 薛仲印不认自己的轻生女儿了吗, 前世今生纷纷杂杂的思绪, 扰得我整夜整夜睡不着, 事业, 月明星熙, 我轻生眼上门, 想去船边吹吹风, 以后的路我已经计划好了, 京城我熟悉, 前世薛仲印给了我无数田产铺子, 我学会如何经营生意, 掌管中愧, 他曾说, 赔光也没关系, 爹爹让你沾染这些铜锈, 不是想你赚多少钱, 要是让你自己也有个底气, 当时潮内外似有动荡, 薛仲印目光敏锐, 察觉到其中危险, 他很下心不再对我娇生惯养, 骑马射箭, 学看淤图, 甚至杀人用毒, 他都骄, 有一天, 他看着我拉弓磨破的手, 静默了许久, 问我, 爹爹, 是不是对小阿雀太狠心了, 我轻轻摇头, 薛这些事很累, 会受伤, 会痛, 可我知道他是为小阿雀好, 他怕山河动荡, 家破人亡, 怕自己捐身战场, 怕那万分之一的疏忽, 他必须保证小阿雀活着, 这是他心爱女人遗留下来的唯一血脉, 如果我真的是他的小阿雀, 我那时应该早就泪流满面, 扑到他怀里撒娇了吧, 可我只是一个小偷, 一个骗子, 我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做梦都不敢梦到阿娘, 身份被太子戒破那天, 我缩在角落, 愣愣看着女子掀开面纱, 他一半绝色容颜, 一半烧伤黑巴, 眉心红质灼烫了我的眼, 他猙獰轻笑, 击讽望着我, 妹妹, 你哭什么, 该哭的不是我吗, 风吹江浪, 传言悬挂的铜铃轻响, 薛崇印掀开帘子, 低头从右边出来, 看见我, 略微诧异, 怎么还没睡, 运船吗, 他不坐自家观船, 飞挤在铭船上, 见我摇头, 又问, 你阿娘呢, 也不晕吧, 若是不舒服, 尽管找我, 我微微拧眉, 语气有些生硬, 多谢, 我阿娘也很好, 察觉到我的警惕, 他争了下, 黯然垂眸, 我, 没有恶意, 微风将他并角的几根银发吹起, 我看在眼里, 低眉敏唇, 我当然知道他是好心, 或许那晚他看清了阿娘的脸, 想起了那位早死的心上人, 见我们母女行单影之, 心生侧怜, 可我绝不会让阿娘再当谁的影子, 阿娘就是阿娘, 他值得任何一份完完整整的偏爱, 我对他撒谎, 扶身汗手, 妙仪失礼了, 只是爹爹在信里嘱咐我照顾好阿娘, 言至于此, 希望他能明白, 薛崇印看着我, 深邃洞彻的目光, 险些让我心虚垂眸, 幸好他没说什么, 宽和笑笑, 表示明白, 我松了一口气, 却见他目望远山, 带叶染眉, 轻叹, 妙仪, 成皇考之妙仪, 好名字啊, 我一正, 忽然想起这句话的意思, 成皇考之妙仪, 继承先父的美好风仪, 阿娘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知道这句话吗, 江南到京城的水路走了将近一个月, 其间, 薛崇印依旧对我们很好, 只不过方氏从明着来变成了暗着来, 日日三餐精致, 还有人伺候, 阿娘对此嘀咕了几句, 我没听清, 问他时, 他却说我没什么, 船只停靠渡口, 我扶着阿娘站在岸边, 仰慕望去, 落水环绕四门, 锦宁寺宝塔高丽, 京夺随风豁明, 骆驼, 一派盛世景象, 可惜此景难长久, 再过几年, 北地动乱, 胡人入侵, 薛家所有儿郎都上了战场, 那时我已是太子妃了, 出征前, 薛崇印的忧虑不减反增, 他本来并不想将我驾进东宫, 太子未虽重, 得雀姑, 你为何独独倾心于他, 那是我唯一一次向他索要东西, 其实我连太子的样子都记不清, 只是圆月灯会遥遥瞟了一眼, 可我就想要太子妃的位置, 薛崇印对我越好, 我心里的不安就越深, 仿佛积满灯油的盏, 滚烫摇晃, 总有坠落的危险, 我以为爬到权力的高处, 就能抓到心安的绳子, 殊不知, 只是离悬在头顶的剑越来越近, 驾进东宫后, 太子对我很客气, 他以为娶了我就能拴住薛家, 谁知我竟是个冒牌货, 找到嫡姐后, 他便将我扔给嫡姐泄分, 离开前, 他蹲下来联系般抚摸我伤痕累累的脸, 叹息, 妙仪, 其实我是喜欢你的, 喜欢我, 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多可笑啊, 在京城落脚后, 我带着阿娘逛遍了酒楼街市, 我指着最高的那座楼, 说, 阿娘您相信吗, 女儿总有一天会买下那脸, 让阿娘成为京城最有钱的贵妇, 接上火树银花, 照应阿娘秀美温柔的脸庞, 历秋时节, 他发际上插着简成蝴蝶式样的秋叶, 他脸上露出少女般的天真微笑, 说, 信啊, 我的妙仪是世上最聪慧的女孩, 想做什么一定能做成, 细碎金光落入眼中, 睫毛一颤, 我重重点头, 嗯, 只要阿娘在, 我就能一往无前, 正想牵着阿娘往前走时, 一只手突然攥住我, 往后拉, 姑娘小心, 低沉柔和的声音宛如欲情倾机, 丁一声, 四周喧闹流水般退去, 红绸绣球咕噜噜滚在脚边, 一只玉白修长的手拾起绣球, 拍拍上面的灰, 交给不远处跑来讨要的调皮小孩, 谢谢哥哥, 男子青山乌茂, 俊眉秀眼, 地眸微微一笑, 流光一彩, 玩闹虽好, 却惊扰了家人, 还不赔礼, 雪团式的锦衣男孩, 不好意思咧嘴笑笑, 恭恭敬敬朝我拱手弯腰, 小子顽皮, 请娘子见谅, 阿娘见他如此之礼, 生得雪白可爱, 眼中喜爱不尽, 五嘴哥哥笑道, 好孩子, 玩去吧, 我们不怪你, 男子副手低眉, 再次赔礼, 随即牵着男孩往灯火栏山处走去, 原来那二人是一家人, 阿娘遥遥相望, 叹道, 这么好的二郎, 不知婚佩否, 我证然收回目光, 听到阿娘的男语, 心里一咯噔, 前世薛崇印也说过这样的话, 那是上四节, 新科中地的俊秀青年, 赃花骑马, 意气风发, 大功尚弦, 意见穿云, 直中靶心, 薛崇印扶兰点头, 赞道, 赵家小郎, 果然风采, 既要笑着垂眼问我, 爹爹给你讨来当夫君, 好不好, 也验春光下, 并插勺药花的美青年, 身姿挺拔, 眉目如画, 似有所觉, 侧眸轻轻头来一眼, 我慌忙垂下眼界, 没有回答爹爹的话, 春花秋月之事暂且抛却脑后, 我如今正被丝绸伸一脚的一团乱麻, 没有薛崇印在背后撑腰, 好多事情原来这么麻烦, 从家中带来的经营所剩无几, 我一女子, 又不曾婚嫁, 外出行走多有不便, 只能先与其他老板合伙, 他们欺负我脸嫩面身, 暗中恪扣我不少回礼, 着实可恶, 这天我去清风楼, 迟迟不见他们的身影, 帘子掀开, 却见窗边坐着一个高大的身影, 正是薛仲印, 她应该才从军营回来, 一身戎装, 一把重剑横于桌奸, 气势悍然, 屏风前伏地跪倒一大片人, 在静默中瑟瑟发抖, 我犹疑站定, 只见薛仲印面色一转, 对我微笑招手, 出哪干嘛, 过来, 午饭都还没来得及吃吧, 那些平常圆滑阴险的老板纷纷抬头, 面色清白, 朝我讨好产笑, 我牙口无言, 转过窗格屏风, 脚步一顿, 眼睛瞪大, 娘, 薛仲印对面坐着阿娘, 秋日明媚, 阿娘着一身流云汗淡的紫山绸裙, 乌发如云, 唇点单珠, 顾盼间, 满是声光, 妙仪, 过来, 我忽然明白什么, 将着身子没有动, 可阿娘的眼里暗含恳求, 我终究不忍, 坐了过去, 席间, 我听着薛仲印怎么发落那些欺负我的人, 物字出神, 回家的马车上, 我依旧低着头, 紧紧死攥着手指, 阿娘坐在身旁, 静静望了我半上, 忽然垂头, 笑了一声, 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啊, 一生气就掐手, 不理阿娘, 她慢慢伸手, 将我的手一根根掰开, 轻轻抚摸, 阿娘知道, 妙仪是心疼阿娘, 话音未落, 我早已泪流满面, 一颗颗划过下颌, 砸在手背, 气声不止, 不, 不, 都是我没用, 都是我不好, 我根本没本事照顾好阿娘, 还要说大话, 害阿娘替我担忧, 阿娘唇尖, 孽如, 微微颤抖, 强忍泪意, 你是阿娘最好的孩子, 而啊, 要不是你, 阿娘现在早获催促那些人灰飞烟灭了, 她低头不听摸索我生了保险的手指, 你看看你, 多厉害呀, 你都会骑马了, 阿娘之前从来不知道, 我们妙仪又会做生意, 还能和那些泼皮打交道, 你, 你本来不用做这些, 你是扬州城最漂亮的姑娘, 你应该像那些金枝玉叶一样, 养在锦绣堆里, 话至此, 阿娘终于忍不住仰头闭目, 垂下一行泪, 是阿娘拖累了你, 你若没拖生在我的肚子里, 哪里会受这些苦啊, 我哭着扑进她怀里, 拼命摇头, 我愿意的, 就算阿娘是乞丐, 我也要当阿娘的孩子, 马车轻轻摇晃, 温暖的秋阳, 撒满我和阿娘的脸, 阿娘说, 我们女子在世, 拥有的只有手捧着的这么点东西, 无论是美貌还是聪慧, 终究无法像男子一样肆意施展, 要拿这些东西换更值得的, 金银全室换不来我的庙仪, 却能给我们一个安稳的庇护所, 她摸着我的头发, 柔声缓言, 我要我的庙仪, 平安顺遂, 富贵无极, 为了这个, 阿娘什么都能做, 薛崇印对阿娘实在是太好, 好到我都无法挑出毛病, 承熙的宅子寸土寸金, 挨着锦宁寺, 就待在阿娘身边, 也没有愉悦之举, 好像单单只是看见阿娘就心满意足了, 阿娘坐在那些金丝银旅中, 呆了半赏, 这男人, 是傻的吗? 我附和点头, 上一世的薛崇印就经常让我回忆阿娘的样子, 配合画师, 画满一整屋子, 我没见过嫡母, 只能凭借阿娘的样子画出来, 最后画舌天族般点上眉心的红质, 薛崇印总是很欢喜, 看着那些画像, 一看就是大半日, 她还会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和心上人相遇的那天, 我是在庙会上认识你阿娘的, 扬州习俗, 这天会给家中心爱的女儿伴观音, 祈求平安顺遂, 你阿娘没心就有这样的红质, 白衣素裙, 像画里的小观音, 嘻嘻笑笑和玩伴在河边放莲花灯, 每次讲到这时, 我就不耐烦听下去, 面上装得认真, 其实心思早就跑到九霄云外了, 这些自然不必叫阿娘知晓, 出门换了更便利的男装, 晚上和薛崇映一起吃团圆饭, 今日是中秋, 我扬声答应, 边走边想, 前几日盘下的那家酒楼做的月饼好吃, 要带回来给阿娘尝尝先, 互听身后响起一道迟疑的呼唤, 崔妙仪, 垂在袖中的手指静完一抖, 我不敢回头, 加快脚步, 那人声音泛冷, 如鬼魅缠身, 你阿娘呢? 无论长多大, 听到崔修仁的声音仍然会害怕, 尚未懂事的年纪, 我就在她手里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是有两张面皮的, 一张慈父深情的文人皮, 一张暴虐癫狂的疯子皮, 我和阿娘就在那张疯皮手下讨生活, 她会给我们应有的奋力, 但是需要阿娘自己去挣, 每到那个时候, 阿娘就会给我一块填膏, 让我去外面玩, 天晚了就一个人睡在小佛堂, 我总是睡不着, 因为我知道阿娘在受折磨, 尽管她很努力挤出平常的笑脸, 胭脂涂到眼下, 遮住身上的伤痕, 阿娘的母家落魄了, 外祖父和祖母接亡故, 没有人给阿娘撑腰, 崔修仁不喜欢我, 她说, 再让我看到你这样瞪我, 就把你的眼睛弯出来, 给你姐姐串珠练玩, 她将我嫁给商户为妾, 仅仅是因为那位商户出价高, 能帮她加官进绝, 看来, 她已经找到别的法子, 静静为官了, 崔妙仪, 你给我站住, 我没有管身后, 近乎呵斥地呼唤, 一心只想快跑, 不能让她知道阿娘在哪, 眼睁睁看着自己撞上去, 就在我惊恶珠立在原地时, 身体忽然被人从侧方抱住, 那人身上有狠淡的松木檀香, 手指有力, 稳稳握住我的腰, 将我抱在身前, 只听一声闷哼, 男子倒在地上, 掌心还护着我的头, 马车上下来一个侍卫, 惊呼, 赵公子, 赵玉玉称臂拉着我起来, 俯身问我, 没事吧, 她本就生得秀美, 整个人温和起来如木木春风般妥贴, 我还没回话, 身后的车主人心连慢声道, 寄鱼, 天降晚, 霞光如雪, 扑洒整片天际, 直叫人心头压抑, 赵玉玉温声回礼, 殿下, 见我将这身子没有动, 赵玉玉看着我不安的眼睛, 微眼眸, 将我按在怀里, 朝太子笑道, 殿下见谅, 我家书童着实吓坏了, 车内一声轻笑, 太子远景意味不明悠悠道, 是痒的打小了些, 赵玉玉一向洁身自好, 身旁不见女色, 所谓君子不立为强, 他却为一个小小书童舍身相救, 难免使人误以为他有断绣之品, 赵玉玉抱着一身男装的我, 也不解释, 轻描淡写揽下这装无端毁誉, 手指轻轻安抚我的后脑勺, 仿佛很怜爱似的, 远景放下车帘, 赵玉玉带着我退到一旁, 殿下慢走, 芒山秋风起, 一点点黄昏的余热从窄巷寂静消散, 我在四周望了望, 没有见到崔修仁的身影, 渐渐放下心, 这才朝赵玉玉拱手行礼, 多谢公子, 救命之恩, 话音未落, 赵玉玉含笑的声线便压了下来, 接到, 以身相报, 我压抑抬头, 却见赵玉玉黑漆漆一双眼中如闪两点星光, 犹如前世脏花风流的壮月狼, 令人惊不住心间乱颤, 霞光染红面颊, 胭脂般晕倒眼尾, 我结结巴巴, 这, 这个, 可用钱才否, 清朗笑声如泉水环淌, 照玉玉蜿蜒, 逗你的, 走吧, 小书童, 我送你回家, 他没有和我并肩走, 要是走在身后, 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 青灰色的影子一前一后, 只要我回头, 就能看见他, 那天后, 我找人打听才知道, 原来崔修仁是从扬州捕寿静观的, 县就住在龙京桥南, 一家老小挤在旧宅子里, 细想他那日的情状, 竟有风魔之态, 思来想去, 我还是打算将这件事告诉薛崇印, 可中秋那晚薛崇印没有来, 往后几日, 我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阿娘拆了信, 说, 诺, 他说军营突然有要紧公务, 这几日又恰逢秋冽, 每个十天半月回不来, 我立在门前, 呜了一声, 镜子里的阿娘容光明艳, 正低眉贴着花电, 邪眸一来一眼, 怎么了, 闷闷不乐的样子, 我摇摇头, 阿娘笑道, 这几日也不见你出去, 倒是黏阿娘的狠, 见阿娘一派天真欢愉的样子, 我咽下忧虑, 总归不出去, 催修人也闯不进来, 可就这一念之差, 让我险些失去阿娘, 那是午后, 深秋呼闷热起来, 人一天都没有精神, 我倒头睡午觉, 阿娘就在身边绣花, 一觉醒来, 屋里静得诡异, 阿娘, 我披头散发坐起来, 心里突然像踩了个空, 女史闻声, 先连进来, 妇人说姑娘快过生辰了, 要去官里求个平安符, 窗外矮矮黑云直牙无几, 一种冰凉的阴森, 从足底窜进后背, 我翻身踏落着鞋, 匆匆掀开帘子往外走, 背马, 阿, 姑娘, 女史跑了几步, 跟不上, 在后头喊, 散, 外头要下雨呢, 雷声轰鸣, 闹事中突然横冲出来一匹马, 我急于去往道观, 胡乱穿了件外衣, 发胃术, 架码冲散了一行锦衣翩翩的诗人, 结果, 诗人们愕然后退, 惊叹连连, 半炷香时间赶到道观, 起初是滴答几点细雨, 射击药上, 满目湿红流鼻, 来往人影被雨水冲刷, 几重店门找去, 依旧不见阿娘的身影, 我狼狈湿着长发, 在镶刻中恍然寻找, 阿娘, 那些人的目光或诧异, 或不解, 只当我是个疯子, 这时, 雨目中忽然撑伞立着一个 鸟鸟婷婷的身影, 散面倾斜, 缓缓露面, 女子一笑, 眉心朱砂痣, 卓卓明艳, 妹妹, 好久不见呀, 她提群轻快走上十阶, 你在找小娘吗, 我冷冷盯着她, 你把我阿娘弄去哪了, 崔兰武疑惑歪头, 围着我慢慢转了一圈, 妹妹怎么这么说, 小娘自然在爹爹那里, 我们一家人总是要团聚的吗, 试探的目光像条阴冷的蛇, 我忽然反手抽出匕首, 砰一声将她推进旧店, 用力按在门扇前, 刀锋逼近驳梗, 崔兰武目光闪烁, 挣扎不得, 我眯着眼睛, 咬牙切齿, 一字一顿, 我再问一遍, 我阿娘呢? 崔兰武顿了一下, 舒然让开一抹冷笑, 你敢动我吗? 我是薛国公的亲生女儿, 轰隆隆, 苍白闪电划过, 照亮她满含恨意的眼睛, 目光披靡, 妹妹啊, 前世的教训还没有吃够吗? 踢骨剥皮的痛席卷要来, 我咬破舌尖, 血腥味涌出, 神思清明些许, 虔诚是, 虔诚了, 这世我放过你们一命, 我阿娘的罪已经熟了, 放过, 崔兰武大笑, 目自欲裂, 你娘俩算什么东西? 小偷, 替身, 还敢赖着薛国公来京城, 你当所有人都是傻子, 我拧着眉, 我没有冒充你, 是薛仲映自己没有认你, 你胡说, 她是我亲父, 怎么可能不认我, 必是你阿娘, 虎妹说了什么? 崔兰武激动上前, 勃梗滑破一道血痕, 关他情状, 必不会交代阿娘在哪儿, 我收了道, 不顾他郭躁大叫, 抬手一计将他打晕, 此地偏远, 他不会一个人过来, 不如劫持来的方便, 推开门, 果见不远处鬼鬼祟祟 徘徊着几个扑腹, 走, 薛兰武反捡双手, 被我用刀柄抵着下了马车, 此地在郊外, 排方荒芜, 杂草丛生, 依稀在一条水流边 助力着茅屋, 薛兰武冷哼, 你找着他也没用, 爹爹很生气, 不把他沉堂都算温次了, 我立即滋生, 直到, 那我就杀了你们陪葬, 带路的两个扑腹抖了抖, 薛兰武名景纯, 许是怕了, 不再废话, 到了茅屋, 却只见一片狼藉, 似有争斗的痕迹, 床边掉落一小片金色花垫, 阿娘跑了, 下着雨, 天色昏暗, 我顺着草丛往下, 低头尽力辨认阿娘的足迹, 焦躁越来越深, 鼻酸目痛, 脸上冻得麻木, 分不出是眼泪还是雨水, 我太蠢了, 都怪我没有嘱咐阿娘警惕, 总以为自己重活一世, 就能将一切大包大揽, 要是阿娘出事, 我不敢想了, 甩手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就在这时, 混沌阴暗的雨雾 突然被一声尖力叫声破开, 是阿娘, 我慌忙滑下草坡, 全身都是泥泞, 卢尾丛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没有月色的河流, 森寒不见底, 阿娘被人压在身下, 纤细脖梗痛苦养高, 那人死死孤颈手指, 声音颤抖, 贱人, 贱人, 你怎么敢, 一瞬间, 我脑袋一片空白, 只剩愤怒, 我连滚带爬站起来, 握紧匕手, 像只小兽横冲直撞, 扑过去, 放开阿娘, 我撞开崔修仁, 只听肩骨错开, 手断了, 但我并不觉着痛, 红着眼拼命胡乱钻刀刺下, 你该死, 你该死, 崔修仁唇尺间一出血, 表情阴森可不, 嗤嗤笑起来, 断断续续道, 可, 哈哈, 小野种, 当初生下来就该把你摔死, 忽然, 他眼睛一瞪, 翻出眼白, 僵硬侧身倒地, 一把剑直插胸口, 暴雨滂沱, 薛仲印气喘吁吁, 脱离跪地, 爬到阿娘身边, 抖着手将她抱进怀里, 阿景, 阿景, 我来了, 匕首正愣落地, 阿娘虚弱朝我伸手, 妙仪, 薛仲印一把将我捞过来, 好孩子, 爹爹不好, 爹爹来晚了, 稀里里的雨点打在水面, 芦苇随风静静飘扬, 夜很黑, 我们三人紧紧相拥, 不冷, 昏睡醒来, 扯了扯阿娘的衣袖, 她回过神, 柔和一笑, 怎么醒了, 天还没亮呢, 我欲坐起身, 阿娘连忙止住, 手还没好呢, 躺下, 心里白转千回, 却不知从何问起, 只好躺着眼巴巴望着阿娘, 她感到好笑, 须指刮了下我的鼻尖, 小孩似的, 说吧, 她轻轻叹了口气, 造化弄人, 阿娘从来不满我任何事, 可这一件, 却是她藏在心底最深的秘密, 原来我真的是薛仲英的女儿, 但是之前阿娘也并不敢确认, 她缩进我的被窝, 像小女孩讲悄悄话般小声告诉我, 春社的时候我偷跑出家, 去逛庙会, 被歹人吓了要劫持, 席间一直昏昏迷迷, 连人都看不清, 我听得愣住, 庙会, 半观音, 前世不耐烦听的后续原来才是真相, 阿娘说有人救了她, 两人摔下悬崖, 药性发作, 有了雨水之欢, 可阿娘记不清男子的样子, 醒来已经是在家里, 男子留下的玉佩也被势力贪财的姨母偷去, 阿娘日日在府中想那男子究竟是谁, 却听外面的人说, 那日悬崖附近生了冰乱, 死了好多人, 阿娘正正待了许久, 多日不见有人上门提亲, 便以为那男子已经死了, 那时阿娘的父母具已尝试, 姨母便做主将她送进崔府为妾, 薛崇应其实处理完冰乱就来找过阿娘, 可姨母骗她, 说阿娘早就嫁去外地了, 不知道她的消息, 薛崇应只好失意离开, 后来阿娘怀上我, 也分不清是谁的血脉, 只凭心中喜悟, 给我取了妙一二字, 阴差阳错, 圆去圆斩, 错过一世, 自毁一世的阿娘, 终于走到她的归宿面前, 我示然一笑, 前世片片弯曲的血肉慢慢愈合, 我再也不是那个没有店娘的孤魂野鬼了, 秋去东来, 这半年, 我知晓了很多秘密, 比如, 崔兰武死活不肯相信自己不是薛崇应的女儿, 她到处发疯, 说自己有前世的记忆, 甚至还诽谤到太子的头上, 胡言乱语, 颠三倒四, 我是杀了她, 千刀万剐, 可那又怎么样, 她抢了我的位置, 她阿娘毁了我的脸, 她跑到府衙敲鼓, 自自气泪, 殿下, 我才是太子妃, 我不过割了她几片肉泄恨罢了, 您为何要杀我啊, 街上来往人群指指点点, 看着她被官差拖走, 边哭边嚎, 生死历劫朝空中抓挠, 父亲救我, 爹爹, 不知她患的是哪个爹爹, 崔修仁意外生死后, 她围观的劣迹, 也装装渐渐被浴室拿出来弹劾, 郊外一泡黄土, 无悲无名, 就是她的结局了, 还有一个秘密, 爹爹瞒了我许久, 直到赵玉玉上门提亲时, 爹爹才慢吞吞告诉我, 那日你骑马闯闹事, 她见了心有担忧, 招来飞鹰给我传信, 还悄悄跟在你后面, 护你安全, 我眼睛一亮, 惊奇到她还会训音, 阿娘扑斥一笑, 爹爹无奈看着我, 半是恐吓, 半是戏谑, 你呀, 可别光被那小子皮下迷惑了, 以后有你叫苦的, 他可比爹爹管得凶, 阿娘斜了他一眼, 我倒觉得那孩子极好, 高大漂亮, 支里实去的, 错坛子一下就翻了, 爹爹故意板着脸, 摁了一声, 突然将阿娘举起来, 夹在臂弯跑到院里, 阿娘扬声笑闹, 金落一束红霉, 风声鹤唳的深秋过去了, 我推开窗, 雪落无声, 又是一个好年,